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快来看呀 德华竟然来做饭了 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死一万次都不足以为国 25年前 我不仅拜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抢走了妻子给母亲看病的钱 导致她彻底崩溃绝望 从工厂厂房一月而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荣瑜 看着镜子中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93年6月27日 你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 前世妻子就是在这一天崩溃自杀的 今生你绝对不会让悲剧再次发生 11点半 还有半个小时荣瑜就会下班回家 虽然从亿万身价变成了身无分文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不要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个重生的机会 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快来看呀 德华竟然来做饭了 呦 这不是德华吗 你不是说你生的事 吃饭馆的命吗 怎么不去下馆子 是不是最近手气不好把钱都输没了 德华呀 我看你还是在家躺着吧 反正有楚荣瑜养着你 没有下饭馆的命 但吃软饭的命还是有的 面对邻居们对你的冷嘲热讽 你也没有生气 因为现在的你都觉得自己不是个玩意儿 更何况是别人啊 吃了这些 家里就真的戒不开锅了 现在我也下岗了 荣瑜也半年没发工资了 家里现在全靠借钱度日 看来必须要赚点钱了 楚荣瑜看着桌上的饭菜 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走错了房间 连忙向后退了两步 但是又停了下来 正正地看着门牌号 我说荣瑜还愣着干什么 快进来吃饭 尝尝我做的饭菜怎么样 德华怎么会无缘无故给我做饭呢 一定又在打什么主意了 荣瑜快坐下吃饭吧 你别动我 德华我没钱 真的没钱了 如果没记错 楚荣瑜身上现在应该揣着 跟工友寄来的218块钱 自己要是敢碰楚荣瑜 楚荣瑜肯定以为自己又要搜身抢钱了 荣瑜我不动你 你先坐下吃饭吧 下午就出去找工作 又给自己做饭 又要出去找工作 难道德华转型了 不可能 狗改不了吃屎 肯定是让自己放松警惕 然后趁机再偷钱 一定是这样的 荣瑜你慢慢吃吧 我出去找工作了 德华离开家后便来到糖果厂 他们夫妻本来都是国营糖果厂的工人 只是自己后来被开除了 到了糖果厂你并没有走大门 一年前糖果厂换了新厂长 不允许闲杂人等入内 于是你选择翻墙而入 朝厂长办公室走去 站在门口敲了敲门你便推门而入 厂长您好 我叫张德华 是咱们糖果厂的下岗工人 谁让你进来的 厂长 我有办法让咱们工厂起死回生 糖果厂厂长王旨 今年三十 曾是康省清明市都乐区的副区长 主动要求接手糖果厂这个烂摊子 并立下军令庄 一定能把工厂扭亏为盈 但空有一腔热血 没什么商业能力 最终也没能挽救糖果厂 三个月后 糖果厂便倒闭了 他也变得负战累累 张德华 我知道你 整天究竟一帮下岗职工天天闹事 赌工厂大门 砸工厂玻璃 你就一个小混混还能有这本事 赶快给我滚 不然我就给保卫科打电话了 厂长 给我十分钟 我把我方法说完 你要是觉得不行 我转头就走 绝对不再来打扰你 王旨虽然依旧不信我能有办法 但他知道我就是个狗屁膏药 我好好打发走 这段时间都别想安稳 我给你十分钟 那你就有屁快放 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死一万次都不足以为果 二十五年前 我不仅拜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抢走了妻子给母亲看笨的钱 导致他彻底崩溃绝望 从工厂厂房一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接上集 第一步去库存 库房里积压了十几吨糖果 正常肯定是卖不掉 但我们可以打折相授 虽然我们的糖果没什么名气 包装丑陋 一看就是低档货 但糖果市场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只要我们卖的比别人便宜 肯定能卖出去 你这是赔本赚要货 只会让工厂赔的更多 但这样我们却能换来钱 有了钱才能稳住工人 才能创新我们的糖果 推出新产品 重新运营 如果不去库存 糖果放在库房 不但不会变成钱还会生虫 到时候就是送人都没人要 王之差异的看着我 他有些不相信之前那个败家子 竟然还懂得这些道理 不过他说的还真是这么个理 与其放着生虫便知 倒不如打折销售换成钱 有了钱工厂就有了新鲜血液 一定可以把这些鸡鸭的糖果 全部卖出去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不过厂长我有一个要求 说吧 等糖果全部卖出去 我要30%的股份 我给你80% 厂长你开玩笑的吧 怎么你也知道开玩笑 最多5% 没得商量 成交 其实你心理预期只是1% 5%已经写赚了 不过只要有了股份在厂子里 就有了话语权 等糖果厂渐渐焕发生机 王之肯定 希望自己继续出没画册 到时候赚取更多的股份 还不是手道青睐 此刻的王之看到德华面露笑容 顿时觉得自己上当了 不过他没有反悔 这个厂子如形将熊木的老人 如果德华能让他起死回生 别说5%的股份 就是50%的股份 给他张德华又如何 那个厂长 能不能先给100块钱的活动经费 你知道我家情况 穷得叮当响 我怕我坚持不到明天就饿死了 你这是趁火打劫 就这些 爱要不要 要 谢谢厂长 等等 你只说了第一步 后面的计划呢 等我们完成了第一步 再谈后面的计划 你不迟 离开工厂后 德华回到家中找来笔纸 将纸裁成一厘米宽 两厘米长的纸条 打折销售也是要讲究方法 他还是要以市场价卖 不过没买一斤就可以抽奖一次 至于中奖率将会高达50% 每次中奖都会获得再来一斤 对于天上掉馅饼的事 人们往往保持着极大的热情 有时候甚至会超过对物品本身的兴趣 褚鱼你回来了 我今天找王厂长 毛了份卖糖果的工作 明天就可以上班 褚鱼只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在褚鱼心里 德华的这个工作 肯定是一哭二闹三上调 威胁王子才换来的 他不认为德华真的浪子回头了 因为以前他也好几次发誓痛胆前飞 可坚持不了几天就会原形毕露 他已经失望太多次 不想再抱有希望 以前的我光说不做 已经伤透了荣鱼的心 这辈子我要用医生来偿还 今天开始 销售科所有人都不要跑市场了 全部跟着德华去市场上卖糖 听着王子的话众人意冷 他们以前都是把货卖给经销商 经销商在卖给顾客 从来也没有直接找顾客的操作 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大家去集市 广场 供销社门口摆摊 哪里人多去哪里 糖果按照市场家一斤一块二卖 顾客没买一斤可以抽奖一次 现在大家各自找一个大一点纸箱子 把这些纸条平分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还是没人动 王之间众人没反应刚要发火 我知道 大家都是国企工人 是公务员都羡慕的阶级 放不下脸面和架子去街上叫卖 国企工人当老大习惯了 现在跟小商贩一样去街上 叫卖肯定难为情 可是大家身为工厂的一员 肯定不希望糖果厂和其他那些厂子 一样倒闭吧 当那时候 大家都下岗 没了收入 一家老小可怎么办 他们也知道德华说的是这么个脸 只是这个张德华一个败家子 竟然口口声声为了工厂 为了家庭给他们说教 实在是滑稽无比 对 我张德华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 可现在我感谢贵政了 为什么 因为下岗以后的日子 简直不是人过的 吃米 要一粒一粒数 也要一颗一颗放 我已经一个月没吃肉了 还好我家储蓉鱼没下岗 要是储蓉鱼也下岗了 我恐怕早就饿死街头了 众人听后心中一惊 下岗后的生活他们听说过惨 可没想到这么惨 竟然能逼得一个败家子都赶了性子 尝尝说了 出去卖堂的都有提成 每赚一块钱提成一毛 同志们 奥利给 冲吧 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死一万次都不足以为国 25年前 我不仅拜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蓉 还抢走了妻子给母亲看病的钱 导致她彻底崩溃绝望 从工厂厂房一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 奥利给 冲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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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说了 出去卖堂的都有提成 啊 啊 啊 瞧一瞧看一看了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万圣糖果大促销 每买一斤糖果获得抽奖机会一次 中奖率高达50% 如果这中奖率 您都中不了奖 真的可以直接进庙里找神仙磕头了 很快德华的地摊周围就围了很多人 抽奖这个在后世烂大街的促销套路 在这个年的内陆城市绝对很新鲜 小伙子 这抽奖怎么个抽法呀 每买一斤糖果 就可以把手伸进这纸箱里 抽一张纸条出来 如果抽到写着再来一斤的纸条就代表中奖了 花一斤糖果的钱去买了两斤糖 大哥试试吧 不用买糖 我送你一次抽奖的机会 那我就试试 好好好 我中奖了 是再来一斤 大哥 给 这糖真的摆给我了吗 当然 我们肯定说到做到 这时周围人见状也纷纷心生羡慕和嫉妒 刚才如果是自己抢先说话那该多好 而中奖的大哥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兄弟 你这糖多钱一斤 一块二一斤 给我来一斤 那大哥还可以继续抽奖 我看大哥红光满面 肯定还会中奖 又是再来一斤 我就知道 大哥一定会中奖 来 这是两斤糖 大哥拿好 此时大家见有人打了呀 再一看中奖率又这么高 周围的人也顿时按捺不住 人家抽两次都能中奖 自己肯定也行 这种占便宜的好事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小伙子 给我也来一斤 我来两斤 拿好 这是两块四 我也买一斤 一时间更多的人伸手买糖 哪怕有些人明明不想买糖 可也被周围这亢奋的气氛给影响了 反正糖买了也能吃 也不亏 万一中奖了呢 很快德华便利用了那个年代没有的抽奖模式 像风暴一般席卷了全场 清空了积压许久的库存 我再来拉三百斤糖果 这么快就卖没了 张德华 你不会把糖都扔了吧 我的天 这么多钱 你真的都卖光了 王侄看着这一袋子钱也有些发猛 他知道德华的法子操作性强 可没想到会这么强 而就在这时又有您出去卖糖的工人回来了 出去的时候满心忐忑 回来的时候却亢奋无比 厂长 太火爆了 收钱收得我手都快抽筋了 再让我拉一车糖果 几名仓库管理工文言呆呆看着他 他们无法想象收钱收到手抽筋是什么感觉 他们也想出去卖糖了 卖出去的糖可是有提成的 厂长 我在庙会摆摊 你现在就让人送五百斤糖到庙会呢 这哪里是赚钱啊 简直是捡钱 厂长 你也让人给我送五百斤糖 我在火巷子呢 德华呀 其实大妈那天说你吃软饭 不是真的说你 大妈是为了鼓励你上进 大妈果然没看错你 我得先走了 太赚钱了 我一秒钟都不想浪费 小楚 李家德华这回是真的感性啊 小楚 德华今天可真是出息了 一早上就赚了十六块 你们以后的日子恐怕要越来越红货了 楚荣于听着工友们的话不但没有高兴 甚至还有点恐惧 他太了解以前的我了 现在的痛改前妃肯定都是装的 这次之所以装的时间长 都是因为有钱赚 他甚至已经预料到了今晚的场景 赚了钱必定去喝酒打牌 半夜醉醺醺的回来 赢了钱还好 输了钱一定会对他非打即骂 而我则是从厂里领完钱回家 走到门口 迫不及待的掏出钥匙 就像得了奖状的小学生一样 想要得到家长的夸奖 在你利用那个年代没有的抽奖模式下 终于清空了糖果厂积压许久的库存 看着手中最少四十块钱的提成 每一名销售科的工人满脸都笑开了花 他们最开始真的不相信你一个败家子 能让他们赚这么多钱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钱是真的很值钱 猪肉也才两块钱一斤 而你则是所有人里面赚的最多的 足足七十块 王值的心情也很不错 虽然依旧是赔本赚吆喝 但起码资金在回落 工厂账上的钱也从昨天的一千六飙升到了九千 你还有事吗 厂长 今天的效果你也看到了 很有搞头 我的意见是明天让全厂一半的工人都出去卖货 不再局限于都的区 要在整个清宁市铺开 剩下的一半工人负责往各个地摊运货 我保证不出五天 积压的十几顿糖果一定会全部卖完 虽然步子扯得好像有点大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一定要快点卖 不然其他糖果厂知道了 一定会效仿 到时候就不好卖了 厂长 敢不敢玩也比大的 这小子不会又要提出什么吓人的想法吧 清宁市六区二线 每个区县都有一个糖果厂都在亏损 把他们积压的糖果全部买回来 我们赚差价 这样能赚得更多 这样成吗 一下子收购过来这么多糖果 卖不出去怎么办 清宁市五百多万人口 一百来吨糖果还是可以轻松消化的 今天多乐区就销售了四点五吨糖果 多乐区还是六区二线中人口最少的一个 就算在清宁市卖不了 我们也可以拿到周边县市去卖 难道厂长还不相信买糖抽奖的魔力有多恐怖 王子此刻也心动了 因为他也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 但他也还有顾虑 因为那个年代的思想还是封建的 我们低价收购过来 最后其他糖果厂 知道了我们的销售套路肯定会骂我们赚差价 传出去影响不好吧 毕竟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兄弟 厂长你面前有八个人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让八个人过得红火火火 一个选择是自己嗨嗨皮皮 你怎么选 我选择自己嗨皮 市场经济便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如果不收购另外七家的糖果 我只有三成把握让万圣糖果厂七死回生 如果收购 我有十成把握 虽然承担一时骂名 但等我们七死回生 就可以兼并其他糖果厂 给所有工人一条活路 到时候上面领导 也会夸厂长你为他们分忧 因为除了我们万圣糖果厂 他们都未改革 还都是上面在负担着 现在银行把我们拒之门外 不给贷款还催账 到时候恐怕就会求助我们贷款了 那我就听你的 我现在就联系人 让他们去收购 其他七家糖果厂全部糖果 为了让万圣糖果厂 起死回生 我就陪你赌一把 一起嗨皮 柔鱼 这是我今天卖糖赚的七十块钱提偿 你拿着吧 楚容于惊讶地看着你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是他跟你结婚一年 第一次见你不是要钱 而是给他钱 不是应该喝酒打牌 然后醉醺醺的回来 对我拳脚相加吗 楚容于 以后家里的钱 就交给你保管了 我这一次 真的感谢归正了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楚容于抬起头看了看你 眼里终于泛起了一丝神采 但下一刻 这一抹神采便消失无踪 他不敢信 他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机会 但你却欺骗了他一次又一次 不抱希望 就不会失望 不期待 就不会伤心 看着楚容于的变化 你的心里也是无谓杂成 以前的自己对楚容于的伤害 真的太深了 厂长 都收购过来了吗 收购来了 一共118吨 多少钱收购的 硬糖一斤两毛五 软糖三毛 这家伙昨天还说不能欺负 无产阶级兄弟 这下起手来也是够黑的 你这么看我做啥 我们尽快发展壮大 也能快一点帮到兄弟厂的工友 这不也是你教我的 行 这给我呗 但到时候其他糖果厂 看我们赚差价 上门闹事的时候 你可别人怂 王厂长 希望你不要让工人们 流血流汗又流泪 最后便宜了别人 我身为万圣糖果厂的厂长 一定会为工人们负责 看到你和厂长 站在一边小声说着话 楚容于的方形更复杂了 那个好吃懒做的形象 也渐渐地开始变得模糊 在你利用那个年代 没有的抽奖模式下 终于清空了糖果厂 积压许久的库存 随后你又生出了一个 更大胆的想法 低价收购那些 即将倒闭糖果厂的糖果 倒卖赚取更大的差价 其实那个年代 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老套的 王直觉得大家都是 无产阶级兄弟 倒卖差价影响不好 不过在你的忽悠下 下棋手也是丝毫没有留情 最终以硬糖一斤两毛五 软糖三毛的价格 收购了七家糖果厂的 一百多吨糖果 厂长 这是我写的方案 上面是清宁市六区二线 所有适合摆地摊 卖糖果的地方 以及运货摆摊三种工作人员 提成分配的问题 很好 从今天开始 百摊每卖一块钱 提成一毛 我们要把摊位 在清宁市全面铺开 我们凭借你这个方案 仅仅一天就卖出去了 21.5吨的糖果 清宁市有五百多万人口 别说一天卖21.5吨糖果 就是一天把收购的 上百吨糖全卖了 我都不会惊讶 我们还要根据 各摊摊点的销量情况 调整摊摊点 供不应求的地方增加摊位 供大于求的地方减少摊位 还有中奖率 也要从50%降低为25% 我们现在是时候 提高利润了 很快万胜糖果厂的 抽奖促销模式 就轰动了整个清宁市 成为了全市最大的热点新闻 老百姓们也都津津乐道 93年不像后市 人们有很多娱乐活动 在娱乐活动匮乏的当下 哪怕中奖率 已经被腰斩的只剩25% 却依旧挡不住 人们购买的热情 只为了那过瘾的抽奖模式 随着万胜糖果 赚得盆满锅满的同时 那七家被收购糖果的 工厂负责人也终于胜了 拿 马上派车把糖拉走 等你们把糖拉走 老子马上去报警 告你们抢劫 仓库里剩下的糖 按照市场价最少值十几万 到时候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煮饭 谁都别想跑 那是我们自己的糖 我们拉走就拉走了 哪里算得上抢劫 行 你说不算就不算 拉吧 现在就去拉 马上拉 等你出了工厂的门 老子就拿着收购合同去告你 收购合同上 白纸黑字写着收购价格 咱们要求提高价格 本来就不占领 还是不要闹得太僵了吧 要拉走货的就快点去 不拉全特么给老子滚 看老子干啥 等着老子给你摆席啊 王子看了看你 本来慌张的心变得无比踏实 优柔寡断的眼神 也变得非常坚硬 各位请回吧 我们万生会按照收购合同 付给你们货款 看到有人陆续离开 王子也终于松了口气 他目光复杂地看向你 这个大家眼里的败家子 一无是处地混混 这一刻在他心里完成了 一百八十度蜕变 这是个人才 不可多得的人才 德华 刚才多谢你替我解围 不客气 我现在也是工厂的一份子 肯定要为工厂处理 这句话在后世听来 显得有些假大空 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 任何人听了都会相信 这是真情流露 这年代的工人 是真的把工厂当家一样看待的 去厂房吧 工人们还在等着 你给他们发今天的提成呢 两人来到厂房还没说话 只见所有工人突然鼓起了 无比热烈 就跟欢迎战斗英雄一样 七家工厂提高收购价格 说实话 他们很担忧 提高收购价格 定会影响工厂和工人的利益 所有人到手的钱 难保不会减少 王子一伙人 在办公室商讨的时候 就有工人趴在外面偷听 然后德华勇斗七家工厂 让敌人丢亏卸甲的英勇事迹 便在所有工人耳中传开 这一下也消除了 绝大多数工人心中 对德华仅存的偏见和轻视 在你利用那个年代 没有的抽奖模式下 终于清空了糖果厂 积压许久的库存 两天后 上百吨糖果销售一空 除掉给七家糖果厂的 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块钱的货款外 万胜糖果厂 共计回笼资金 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四点四元 办公室内 除了王子自己 这次还有两位副厂长 陈奇主抓销售 赵峰主抓生产 德华 我们第一步已经完成 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 第二步要和第三步同时进行 这是我写的工厂发展规划 先去找市领导 跟领导汇报下我们工厂的近况 然后把工厂发展规划拿给领导看 肯定能让领导看到 我们工厂的未来 等领导高兴了 就让领导给银行打招呼 给我们贷款 能贷多少贷多少 王志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以前不敢提 是因为不好意思跟老领导开口 而且厂子即将倒闭 银行也不可能给贷款 但现在不一样了 虽然依旧是负债经营 但厂子明显比一周前有了活力 第三步便是升级生产线 联系优质制糖原料和糖果包装商 以及创新糖果 包括品种 口感 色泽 质地 形状等等 树管器下 再加上我们这段时间打响的名气 一定可以在糖果市场拥有一席之地 听着德华调理清晰的规划 王志不由自主的热血开始沸腾 似乎万胜糖果厂已经扭亏为营成为了大厂 我在给你10%的股份 你显然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王志竟然会主动给你股份 陈奇和赵峰则是有些羡慕 他俩虽然是万胜糖果厂的副厂长 手头却连一丁点的股份也没有 不过也仅仅只是一丁点羡慕而已 在他俩看来股份哪有副厂长牛批 股份对现在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一个极为陌生和新鲜的词汇 像陈奇和赵峰就只知道股份可以分红 而他们副厂长的职位同样可以分红 但你却知道股东不仅拥有分红权还有管理权 真正的权力比两个副厂长加起来都大 计划的第三步 的话一出 陈奇赵峰都是一惊 多了一位副厂长就势必会分掉他们手中的权利 别厂长 地球不可能因为离开我就不转了 我会写一份详细操作性强的规划给你 到时候按照规划一步步进行下去就行 就在王指准备大干一场 让那颗幼苗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时候 你竟然不参与了 这让他瞬间就没了底气 地球离开你照样转 但我们万胜糖果厂离开你真的不行 德华带我们一起干吧 用这种请求的态度对你也是真的难为王指了 一个带字 可见王指已经拉下了厂长的架子 和曾经当过副区长的荣耀 从92年委任南巡讲话后 国内商业气氛逐渐高涨 也让自86年颁布行驻于表面的企业破产法 开始了真正的实行 现在全国有很多大型国营糖果厂濒临倒闭 肯定有申请破产的 我的建议是派市场课的人去大城市调研走访 让采高科的人 就近寻找优质糖果原料和生产糖皮的厂子 我负责生产技术科和市场营销科 糖果的设计样式 这些可以交给我 可我们现在只有采购科和生产技术科 没有市场营销科呀 没有就成立呗 我们就一步步来 从不专业到专业 说得对 我们一步步来 荣瑜 我听说妈住院了 我买了点东西 我们去看看吧 算了吧 前几天我去看了 还被三嫂和三哥赶了出来 以前是我太混蛋 和你差点和娘家断绝关系 现在我既然改邪归正了 我这个做女婿的不去看望 实在说不过去 德华这家伙一转性 还真是有出现 听说连厂长都非常重视他 荣瑜 你带他来干什么 母亲的话让荣瑜焦躯一阵 抬头看向你 脸上浮现的全是紧张 生怕你又恼羞成怒开始大闹 荣瑜 你陪妈聊会天吧 我去外面转转 荣瑜 我发现你真是不要脸 都跟你说了 我们一家已经和你没任何关系了 你怎么还厚着脸巴巴着往上凑 你到底图什么 妈是不是图爸妈的工资 滚 马上滚 我们一家再也不想看见 你和德华那个傻屁 此时你在外面已经听出了 这两个立声喝骂 楚荣瑜的人是谁 楚荣瑜的三哥 楚蓬荣和三嫂王翠 都说千房万房 家贼男房 说的就是楚蓬荣和王翠 偷家里的钱 把家里的电视 录音机 西脚盆没气罐 拿出去卖掉换钱 各种吃喝完了 而这些只是他们的基本操作 所以你也准备利用 今天这个机会正好 给他们上上课 从生前 我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大混混 你真以为我对楚荣瑜温柔 就代表我没有怒火了 谁他妈打我 楚蓬荣刚要起身 和打他的人拼命 抬头一看是你 吓得浑身怒火 瞬间又被浇灭了 张德华 你为什么打人 那我就告诉你 因为你们欠揍 就你俩只货色 也敢骂我媳妇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 楚蓬荣看到自己媳妇 也被你打了 周围的人还指指点点 脸面上实在有些摸不开 忽然他想到你张德华 已经下岗不是国企工人了 如果是以前 自己就算报警也没用 工厂出面很快就能把你捞出来 自己还会受到你的报复 现在你下岗了 没有了靠山 而且现在又是严打时期 没有了背景的 你一定会被重点称职 这么一想 楚蓬荣瞬间又有了勇气 他不仅要打回去 还要把你张德华 送里面去吃窝窝头 张德华 我今天和你拼了 张科长还真是你 怎么有人找茬吗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就连踩着油门 准备冲过去的楚蓬荣 也停了下来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名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西装革履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腋下还架着一个公文包 腰间别着一个 极为引人注意的大哥大 这一身打扮在后世 不是房产中介 就是卖保险 但在93年 却是妥妥成功人士的形象 是赵厂长了 张科长别怕 我们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如果有哪个不开眼的家伙 敢欺负咱们厂的人 一定让他好看 他张德华 什么时候摇身一变 成科长了 怎么可能呢 寂静 诡异的寂静 赵峰看到自己成功镇住的场面 心中得意 像这种装批的机会很少 他打算好好过下 张科长 我跟咱们区里局长是好朋友 要不要我呼他过来 给你主持公道 你赵峰给我出头 我真的很高兴 但你记得给我出头 这件事在这装批 还你马装上瘾了 可就有点过分了 女婿呀 可不至于 不至于 咱们都是一家人呀 楚荣渝的母亲也慌了 虽然楚彭戎和王翠人品不端 但毕竟是他的儿子和儿媳 这日子口要是进去吗 还能有个好 妈 你放心 他俩这点事 我还犯不上把他俩弄进去 他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刚才不是还一脸跋扈 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吗 多谢赵厂长 我和小舅子闹点矛盾而已 赵厂长是来医院看望朋友吗 赵峰听到你不想追究转移了话题 有点略显遗憾和意犹未尽 我是来体检的 既然没事 那张科长我就先走了 德华 你们厂长刚才叫你张科长 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不是下岗了吗 楚荣渝文言也满心疑惑的看向你 就连楚彭戎和王翠也忘了害怕竖起了耳朵 我们厂效益不好即将倒闭 我给厂长提了一些建议 厂子有了一些生机 厂长一高兴 就让我当生产技术科和市场营销科的科长了 荣渝 我今早去找王厂长 王厂长临时下的任命 本来打算跟你说的 结果来医院看妈我就给忘了 你不会生气吧 李梅还在震惊你什么时候当了两个科的科长 现在一看你竟然又如此温柔的跟女儿说话 还耐心的对女儿解释没有事先告诉她的原因 这让楚荣渝的母亲更是震惊 她可从来没见过你如此和颜悦色的和她女儿这样说过话 在你和楚荣渝走后 楚彭戎和王翠心中也同样很震惊 你这么个败家子竟然能当科长 而且还是两个科的科长 一个被他俩鄙夷的人请客间成为他俩仰视的存在 一时间真的无法让人接受 这人会不会是他张德华找来的托儿 还真有可能 那个败家子怎么可能当得上科长 我们走去万圣堂国厂 同志跟你打听个事 张德华是你们厂生产技术科的科长吗 不是啊 怎么了 哈哈 那家伙果然是找得托儿 还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牙打掉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俩活以脸坏笑 不愧是要对德华补力吧 德华要是出个好歹 唱个可就完蛋了 那我岂不是会下岗 我靠 原来是想咱老子的饭碗 快来人 这俩人想对德华补力 给我干他们 我靠 啥情况 一个正儿八经的大混混 给对你媳妇出言不逊的三哥三嫩 一人一个大逼都一点也不过分 可你三哥三嫂却气不过 竟还敢去你厂里闹事 结果不仅被胖揍一顿 还被当做间谍抓了进来 快来人 这俩人想对德华补力 厂长 我们抓住两个间谍 他们来打听德华的消息 不知道是哪个糖果厂的人 听到别人说他俩是间谍 楚彭荣差点没下酿 这个年代不是应该不造谣 不传谣的吗 如果这名头要是做事了 不得在里面吃一辈子窝头 你俩挺勇啊 跑我厂子里来打我 不是不是 我们不是什么间谍 我和王翠是不相信你当了科长 就过来打听打听 然后就被他们抓了 这么说还冤枉你俩了 让你俩白挨了一顿揍呗 没 没冤枉 打得对 揍得好 楚彭荣 以后给我老实点 我想玩死你只需一根手指 要不是看荣誉的面子 我今天随便找个借口 就能把你送进去 我觉得那里 才是你们两口子适合带的地方 你说呢 不 我不要进去 我还想在外面继续貌美如花 德华 我们以后一定老老实实的 你见火候差不多了 也不再恐吓楚彭荣 不是你小瞧他楚彭荣 连个小混混都算不上 哪里有资格跟你这个大混混搬什么 典型的窝里喝 到了社会上连个屁都不敢放 耸个一匹 过了今天估计就是再给他俩十个胆子 也不敢再来找你和楚龙鱼的麻烦了 厂长 他们也算不上什么坏人 就是我一个不成器的亲戚 听说我下岗了 专门跑来看我热闹 放了吧 王子点点头 随后就对所有工人大声说道 有件事本来打算明天说的 既然大家伙都在 就现在宣布 从今天开始 张德华担任生产技术科科长 另外在新成立一个市场营销科 科长同样由张德华担任 工厂中下层领导和工人们文言 先是觉得很惊讶 可很快就恢复了淡定 因你对厂子的贡献和最近表现出来的头脑 当科长还是绰绰有余的 别装死了 还不快走 今晚回去非要把你吊起来 嗨屁一顿 都是你这个娘们在背后挑唆怂恿我 明天我就去银行办手续 到时候500万就会到账 陈奇带着新成立的市场科 去外地调研走访 尽量在一个月内 买来先进的制糖设备 赵丰尼带着采高科的人 就近寻找优质糖果原料 和生产糖皮的厂子 最好和他们商议先货后管 最不计议也要把首付款 压到50万以内 把尾款交付期限拖到国庆后 德华你负责糖果的创新 以及市场的宣传工作 厂长 我们要不要先把建工人的 五百万看着虽然多 但升级设备采购原料等等 也要花不少钱 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等工厂生产步入正轨 产品打开市场再发也不迟 到时候咱们多发点都行 德华你觉得呢 你知道王直这是在考验自己的意思 看自己究竟值不值得 他完全信赖并拖一种 这就像是养成游戏 数据是需要慢慢来刷的 我的意见 是从我们开工那个月 开始发工资 并每月补发之前 拖欠的一个月工资 这样既不会一次性 支出太多资金 也能安抚住工人不满的情绪 就按你说的办 王直表示赞同的同时 陈奇和赵峰文言也都没意见 只是他们心中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惊奇 以前的你和如今变化实在太大 哪怕已经适应了一个多星期 依旧还是有点水土不服 回到家后 经过三哥三嫂的事 祖荣于对你也没有那么抵触 荣于帮我画一些东西好吗 帮你画什么 先画个元宝 就是电视里演的那种 金元宝英元宝 糖果创新 需要方方面面 我们就先从糖果的形状开始 为了更快落实你的三部计划 全面占领糖果市场 你决定马上生产这个年代 还没出现的口红糖和钻石糖 随后你便直接来到了 王直的办公室 厂长 这是我最近研究的糖果样式 这几款糖果 以我们现有的机器就可以生产 塑料圆环戒指和塑料口红套筒 本地的塑料厂就能做 我的意见是工厂现在就可以开工 这样能尽快稳住工人 同时趁着市场上 我们万省糖果的热度 还未冷却之际 及时推出新产品 彻底在清宁市糖果市场 站稳脚竿 没问题 生产技术科有你负责 这些你说了就算 王直也是雷厉风行的人 昨天说了开工 今天原料就进场了 工人们看到一车车的原料拉进仓库 不用打听就知道 停工近三个月后的 他们终于要开工了 虽然去库存那几天赚了一波块钱 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一时的 也许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 而开工这个词 对工人们来说意义重大 这意味着工厂在渐渐焕发生机 意味着他们可以领到工资了 也意味着他们可以给家人更大的安全感 厂长你先回去吧 我等荣誉一起走 就是那两个人 给我等 快进去 外寒保卫科 都给我抄家火救德华 王侄虽然一直在大声招呼人 可很多工人都很胆小 看到混混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根本不敢出去 当然更怕现在出手事后 遭到混混报复 虽然你最近这段时间 在工人心中的好感度飙升 但并不代表大家会冒着危险为你出手 而这时楚容于和工友们也走过来 看见工厂大门紧闭 门口还围了好多人 也不由停下脚步 别出去 德华在外面和混混打架 我还以为德华真的改姓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 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楚容于听着其他人的议论 芳心仿佛失足跌落悬崖一般 他果然是装的 和以前一样 又是隔三差五的和别人打架 我既然已经心死 为何又要给我希望了 都给老子闭嘴 什么都不了解 就别在这给老子瞎逼扁 外面的混混是冲我和德华来的 德华是为了救我才被混混围攻 我已经让保卫科的人报警了 德华真的浪子回头了 你要相信他 保卫科的人哪 都给我上 谁不让老子让他下岗 说完王子便抄起力 在墙边的大扫帚一瘸一拐地冲了出去 你小子太滑溜了 你就不能站着让老子打吗 你是不是傻 没有二十年的脑梗都说不出你这话 就在这时工厂大门打开 以瘸子王子为首的万圣男子天团冲了出来 虽然他们的颜值加起来都没有你高 但此刻在你的眼中 这些人都帅得一批 虽然还没挨揍 但毕竟被十几个人追着他 早已经气喘如牛这要是再没圆兵 被打残还真是早晚的事 抓住他们 能抓一个是一个 全给他们送进去 我有办法让他们吃个四五年窝头 众人文言立刻朝混混冲去 王子更是扑倒一个混混 将其压在身下 被你抱住的混混头子听到你的话 差点吓尿 四五年真是太吓人了 真要进去这么久 他老婆肯定为了给他减轻负担离开他 想到这里他竟然拉着你就往墙上撞 此时你只觉得脑袋一阵剧痛 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 德华你醒了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你的头破了 不过医生说不要紧 好好休息就行 你是不是以为我又和以前一样 开始跟不三不四的人私混了 对不起 我 不用道歉 换成我是你 看到和别人打架 你会认为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谁让我以前那么混争呢 德华 以后我再也不会怀疑你了 你说什么我都信 此刻的你笑了 这句话你等了两世终于等到了 楚龙鱼原谅你了 你刚得到楚龙鱼的原谅 准备抱住他修修 就被这咚咚的敲门声打破 此时你真想把你那左青龙右白虎亮出来 看看到底是谁特么这么不长眼 德华你终于醒了 可担心死我了 王直抓住你的手很激动 今天要不是你把他推进工厂 就当时他崴了脚的情况不被人打死也会打残 所以此刻的王直是真的在关心你 厂长 那些混混是不是其他七家唐博厂的人指使的 这消息我也是刚得到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最近得罪的人 除了那七家唐博厂没有别人 不是他们 我想不到其他人 你分析的没错 是安平区和华群区这两个区的唐博厂找的这些混混 先是因为采购价的问题 他们心生不满 再听说我们从银行带到了五百万心里更加不平衡 觉得是我们抢走了他们工厂发展的机会 看来我们必须以雷霆之势立威了 万圣唐博厂健康发展 肯定会有人极度生恨 我可不想到时候工厂三天两头有人来闹事 马上一抢劫罪 起诉他们 这个严打期间 这些人最少也得进去几年 这会不会太狠了 我们是生产创造效益的工厂 不是别人来打拳的擂胎 我们必须借这个机会告诉所有人 我们万圣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谁招惹 我们一定会撕了他的皮 好 这件事交给我 反正这是事实 不会有问题的 那你好好休息 工厂还需要你 现在工厂生产即将步入正轨 下一步就是投入市场了 你打算在年底推出在后世曾经风靡全国 一度成为了90后童年记忆的金元宝金币这种巧克力堂 到时候再来上一段魔性洗脑的广告词 必定能尽快抢占清零市 乃至康省的糖果市场 次日清晨 楚容鱼刚离开 王直就到了 那两家糖果厂想要出钱和解 但我没同意 除了他们 估计领导也找你谈话了吧 嗯 不过领导也只是跟我提了一下 我拒绝后领导也没再说什么 王直虽然说得很轻松 但你清楚 王直拒绝领导的和解肯定闹得很不愉快 他这么做既有给自己出气的意思 也是真的把自己昨晚说的话听进了心里 厂长 只要我们把万省糖果厂搞得红红火火 成为康省赫赫有名的企业 提供庞大的就业岗位和上缴足够多的赋税 带动地方经济 到时候别说市里的领导 就是省上的领导 都会主动来关注我们 你说的没错 我们一定要把万省糖果厂搞起来 好 那就出院吧 回到工厂 生产车间的机器在轰鸣 所有工人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你和王直询市几圈就来到了包装展厅 包装美轮美奂 和市场上同样廉价的糖果相比 一眼就给人一种精致 好吃的感觉 这绝对能引起儿童的兴趣 对了德华 我打算提拔楚荣鱼 做包装车间三班班长 不行 这样你会被人说任人为亲 荣鱼也会被人说是走了后台 我觉得现在最要紧的是 完善工厂规章管理制度 包括考进安全生产机力等方方面面 你说的没错 我最近也有这个想法 无规矩不成方圆 现在工厂不如正轨 那就必须完善 七天后 你和王直终于将工厂规章制度 弄了出来并搬行实施 工人们对新出炉的规章制度 只是很好奇 但并没有特别重视 这东西对他们来说 还都属于新鲜玩意儿 尤其是看到屡教不改者下岛处置后 有人更是嗤之以鼻 他们可都是国企编制 王直这个资本家 可没有开除他们的权利 至于以前下岛的那些 还都是王直去市里领导 那球爷爷告奶奶 才让领导点头下岛的 也就是工厂兵领导毕 领导才点的头 都有一个过程 何况我们工厂的情况还很复杂 民营企业的工人却是国企编制 管理起来本来就比较麻烦 还是慢慢来吧 仓库已经存放了15吨新品糖果 再过一周即将推向市场 一旦处理不好 极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和效益 不用说了 正是因为万圣在茁壮成长 才必须要敲山震虎 不能让那些老鼠屎 在关键时刻害了我们 当举报自己的爸妈做工偷懒 可以得到奖励时 你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的小朋友 又是那么的诚实 他笑的打我干嘛 上级你劝王之强行推动工厂新政策后 可能会出问题 我不起 8月27日晚万圣糖果厂失窃走 王之怒 特地怒 以王夫之手导致重大后果 唯有将保卫科全部开除 而被开除的人 贼已贼是偷偷跑进来 难免疏忽 唯有表示抗议 跑到市里面告王之滥用私权打击报复 并引来的多家媒体记者 甚至连清零市和康省电视台都来采访 前不久好不容易积攒的口碑也一落千丈 万圣糖果厂和王之几乎成为人人喊胆的对象 上次王之坑了我们的库存糖果 让他们大赚一笔 这次他们万圣糖果厂出了这么大的事 王之肯定已经焦头烂额了 没错 王之这个领头羊出了事 工人们肯定会消极代工 弄不好厂长位置都得丢 在别人都认为万圣糖果厂内部混乱 工人消极代工时 可事实却是生产效率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还在持续上涨 原因就在于你把工人五岁以上 十三岁以下的孩子分配到了生产车间和包装车间 让他们可监督一个工人 看到哪个大人偷懒就立刻举报 然后奖励糖果一颗 工人的子女累了 就换普通民众家里的小孩子上 毕竟那个年代祖国的花朵还是很多的 小朋友 以后绝对不能学你妈妈 我们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 一心一意 千万不能偷懒 明白吗 叔叔我明白 来 叔叔奖励一块钱去买好吃的吧 在你的这番操作下 其他小朋友羡慕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恨不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天天偷懒好让他们举报 而那些工人更是傻眼了 你张德华这招太阴了 竟然让他们在这么多小孩子面前丢脸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可偏偏还一句话不敢反驳 因为刚准备反抗 他儿子反手就是一个举手报告 两天后 你发现王子已经连续几天没出现在工厂 你便知道自己该出手了 嫂子 麻烦你们出去在外面待会儿 我这有点笑点了 张科长 他俩今早才行 还很虚弱 您长话短说尽量快点 首先我代表工厂 感谢二位为保护工厂财产做出的努力和奉献 按照规章制度 这是工厂给二位的奖金 另外我以王厂长的名义正式告知二位 等二位康复出院之日 便是万圣唐国厂保卫科的副科长 张科长 谢谢你 也替我们谢谢厂长 不过可惜了 厂长为了找到伤害你们的凶手 差点被人打了 而且因为这件事影响恶劣 厂长的位置都可能不保了 两名工人闻言对视一眼 脸上闪过挣扎和惧意 但最后却变得勇敢起来 只因你刚才许的好处实在诱人 这要是厂长换人了 他们去哪当副科长 张科长 其实那天晚上放火的是齐科长他们 同我俩的人虽然不知道名字 但我们知道事话寻去的混混 你们确定 确定 那玩保卫科的人谁没有参与 马军陈斌还有王国靖 半个小时后你离开医院 找到了被王之开除的陈斌 张科长 找我有什么事吗 陈斌 这次你被王厂长开除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当然了 失火那晚又不是我值班 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晚的确不是你值班 但你真的不知情吗 那晚放火的齐小贤等人 捅人的是话寻去的混混 对不对 张科长你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远比你知道的多 你和马军王国庆等人 明知齐小贤一心人的阴谋 却隐瞒不报 导致工厂被烧产品被倒 刘逸和段海两人身亡 你以为你们装作不知道 就万事大吉了 我告诉你 你们都是帮凶 张科长我 我是冤枉的 我虽然提前知道 可齐小贤他们威胁我 说我敢告诉别人 就嘎了我全家 张科长 您可一定要救我 我什么都听您的 咬死齐小贤他们对你们的威胁 然后就说 良心难安来报警的 不要提我 如果提起我 我就会到警察那实话实说 到时候你们立功的含金量 就会大打折扣 那我们会不会被抓进去 知情不报 一般情况下并不构成犯罪 何况你们还报了警 说不定还能立功呢 这个时候的陈斌全部交代了 没有丝毫隐瞒 有了那两名受伤工人和陈斌等人的口供 王子的冤屈自然会洗清 万胜糖果厂受到的非议也会渐渐消失 接下来就要实行你之前计划好的营销策略 效果好的话 恐怕连省外的糖果市场都能打开 你之所以敢如此自信 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营销方案足够有信心 其次便是对九十年代的市场风向的足够把握 骗子 绝对的骗子 从四月份开始我们万胜一颗糖都没卖出去过 他们拿找来的糖去参加什么展销会 还让我们带着两万活动经费去领奖 厂长你先别激动 你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呢 到时候找电视台和报纸一宣传 国内产品在国外获奖 而且还是厉害群凶的金奖 当那是我们万胜糖果厂的糖果 可就大出风头了 德华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 自己骗自己吗 一天前警方发布公道真相大白 王直是被冤枉的 齐小贤等一众贼喊捉贼的人纷纷被抓 媒体记者也通过报纸和电视台将这一真相公布了出去 王直也沉冤得以招雪 接下来就是运行营销策略的时候 张科长您来了 有从魔度来的信吗 发现人是华夏民营企业发展推进会的 张科长好像没有从魔度来的信 那奇怪了 我前段时间接了个电话 说我们厂的糖果获得了国际上的一个大奖 这两天就会有相关信件寄过来 按时间来说早就应该到了才对啊 真的没有张科长 那你们给我找找吧 请您稍等张科长 卧槽 你们床底下 谁塞了抽袜子吗 快给我收拾掉 工厂规章制度明确规定 办公场所一定要卫生干净 你们是觉得一个月拿的工钱太多了吗 咦 这里怎么会有一封信呢 我就说信该到了 看看 差点闯了大祸吧 真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也太懒散了 张科长您说的对 立刻大扫除 以后有工厂信函 第一时间送到厂长办公室 这次我就饶了你们 再有下次我不会客气了 谢谢张科长 我们现在就大扫除 德华 这次幸亏有你 真谢谢你了 厂长 谢什么 当初如果不是你给我机会 我现在还是无业佑名一个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王直看你面露微笑 眼神真诚 这是一个真正知恩图报的人 同时心中无比庆幸 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那么的正确 厂长 现在工厂仓库已经存放新品糖果30多吨了 我们是时候推向市场了 我的冤屈虽然喜惊了 但齐小贤等人毕竟是万胜糖果厂的人 说白了这就是内讧 依旧是我们万胜的污点 这个负面影响恐怕打开市场的速度会很慢了 要不我们先把生产速度降低一段时间 然后产品价格也再降一下呢 说这话的时候 王直很愧疚 因为万胜工厂本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局面 却被他强行推动新政策搞没了 不用 我知道 现在万胜在民众心中的负面分很高 可如果发生一件大事 一件大到足以将我们的负面分完全抵消的是呢 听完你说的话王直愣住了 大事 这得多大的事啊 厂长 你看看这封信 至日万胜糖果有限公司 为促进国有糖果品牌发展壮大 今年6月本会携全国200多种糖果 参加了在霓虹果举办的第三届亚洲环太平洋国际糖果展销会 经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评委一致认可 贵公司的糖果过关斩将喜获金奖 请贵公司派遣专员 携带相关证明和2万元活动勤费 前往魔都浦东领取奖杯 奖章和获奖证书 华夏民营企业发展推进协会 魔都办事处 王直默默念完后 第一直觉就是遇到了骗子 可他并没有说话 自己能看出来 你肯定也能 可明知是骗子来得起 还让自己去看 难道他甘愿被骗吗 华国百费担心 本土企业虽然有吊打可口可乐 和百事可乐的天赋可乐 还有在米国成立分公司 购入帝国大厦一层楼的建立宝 但总体而言 本土企业的实力知名度 影响力和财力等方方面面 都不是外国企业和产品的对手 进口就等于高端 国外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就是比国内的高出一头 这是现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的共知 可如果出现一个 占我国为的品牌和产品 你说民众会不会支持 会不会买单呢 德华你是说 那我们就把这份假的信给他 变成真的 所以我准备明天就动身去摩渡 厂长 这个国际大奖 我觉得你把握不住 所以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摩渡 听了你的话 王直沉默了 这个大奖他确实把握不住 这一刻他甚至觉得 你比他更适合这个厂长 去吧 我让财务科给你拿钱 换身正式点的衣服 三天后 身着西装的你顺利抵达 魔都红桥火车站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你弄好了假证书假奖杯 照片等相关材料 为了逼真以及高端大气上档次 奖杯证书都是镀金的 所有文字材料 都是中英日韩四国文字 并且全部采用打印的方式 要知道90年代打印的价格很昂贵 所以普遍还都是采用火板油印刷 打印才能更加显得逼格满满 各位 各位记者朋友 下午我场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 我会一一回答记者朋友们的疑问 现在我们先回工厂 否则会造成拥堵 给他人带来出行不便 也会影响外地朋友 对我们康盛的印象 各位记者朋友 张科长说的对 大家也等了一个多小时 肯定饿了 常理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大家先回去休息休息 吃饱咱们再问也不迟 来了 大家准备 王直激动的一挥大手 刹那间工厂门口那是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原山人海 只看你左手镀金的大正书 右手镀金的大脚杯 炫酷的一塌糊涂 瞬间成为这条街最亮的仔 张科长您好 我是康省都市报的记者 请问华夏民营企业发展推进会 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它的宗旨是什么 我是清宁市日报的记者 听说亚洲环太平洋国际糖果展销会 已经举办了三届 为何康省这边没有任何消息呢 张科长您好 我是陶根问底儿早报记者 请问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呢 这场记者招待会 足足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康省几乎有点名气的媒体都来了 甚至清宁市的副市长 单清武也来了 小张啊 听说前段时间 王厂长被人污蔑 无力抽身管理工厂 是你以一己之力 稳住了工厂 让工厂产量不解反增 你这个年龄 能有如此能力 真是难得呀 市长您过奖了 都是厂长平时教的好 工人们觉悟也很高 王职啊 这回你可是找了个好工厂 单市长说的没错 德华的确很有能力 万圣糖果厂能起死回生 德华才是最大的工臣 上面打字让万圣糖果厂 将清宁市另外七家糖果厂并购 你们意下如何呀 善市长 我们万圣也只是有了点活力而已 还在恢复元气 没有能力并购七家工厂吧 如果银行再给你们贷款一千万 银行会给你们让利息 同时上面方面也会给予你们减税 政策方面的支持 七家糖果厂的工人 加起来差不多有1500人 都是国企编制 对我们来说负担太大了 善市长不瞒你说 我们连自己厂里工人的编制问题 都还没解决 工人的编制问题 的确是最大的问题 国营编制工人的工资医疗 养老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 都要工厂管 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包袱 很多国营工厂 都是被这个大包袱慢慢压垮的 那小张你觉得呢 不瞒市长 我们的确有并购另外七家糖果厂 为政府减轻负担的想法 不过不是现在 现在正值万圣发展期 我们必须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万圣的发展上 等万圣发展起来 再并购另外七家糖果厂 才能变得更强 才能为清零师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现在给我们指挥成为 压死骆驼的居士 善清武注视着你 心中很惊讶 你只有二十岁 一句话先稳住了自己 接着再把自己 抛过来的问题推走 这样的人绝对不会 止步在一个区区科长的位置上 你们万圣拿个大奖牛批了 快开门 让我进去拉货 嘿你个老六 先来后到懂不懂 后面排队去 我是这里面的 不是来进货的 我就是想进去 得了吧 你这法子已经被人用了 我们可不会再上当了 张科长您来了 你们几个往后 让我们科长进来 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科长 那不就好办了吗 张科长 我跟咱们场合作两年多了 这一次可一定要给我进货啊 张科长 我今天早上看了报纸 立刻就从宁北市赶了过来 我可也是诚意满满啊 你听着商贩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 心里突然想起了那句话 昨日你对我爱达不理 今日我就让你高攀不起 行啊 所有人都去礼堂等着吧 一会我会和厂长过去 丑话我先说在前面 不要乱跑 谁要是惹事 我万省绝对不会和他合作 这么转 你以为你是厂长啊 外面围了好多来进货的商贩 我把他们都安排到礼堂去了 德华你来得正好 我刚才跟厂长刚商议过 我的意见是新产品打入市场的方式 还是和以前我们卖货一样 找经销商和代理商 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 得心应手也省事 赵峰说完后你看了看网址 网址也看了看你 那意思就是你别看我了 我都听你的 经过这几次事件 他对自己太有必说了 这样虽然省事 却达不到利益最大化 我们现在要拒绝经销商的赚差价 你的意思是 不找经销商和代理商 就像当初我们去库存那样 让自己的员工去卖货 可是这样我们的人手不够 雇人会增加工厂经济压力的 赵厂长只说对了一半 我们可以在清零时 开一家大型直营店 工厂直接管理 专门收买万上的糖果 然后再拍卖各区的代理权 所有面向终端客户的商贩 都必须按照我们定价的价格 收买商品 如此一来 我们便将定价权握在了手中 赵峰此时也听明白了 你看的确实比自己长远 而且每一步计划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维护工厂利益和权威 另外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王只把你当成了心腹 自己又不是傻子 岂能和厂长的心腹作对 王厂长你可来了 我们在这可是已经等了 两个多小时了 快给我们卖货吧 王厂长 我们都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 大家先安静一下听我讲两句 大家为什么而来我也很清楚 这几年万胜糖果厂过得很艰难 幸好有了张科长的加入出谋华特 才让万胜恢复生机 甚至斩获国际金奖扬明康胜 所以从今往后 万胜糖果厂一切产品销售 均由张科长负责 赵峰文年也是为远代外省的副厂长 陈奇同情三分钟 陈奇主管销售 结果王之一句话就把陈奇的权力给下 关键你也很纳闷 说好的只当生产技术科和市场营销科的科长 这怎么把销售全人给我 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不香吗 各位既然厂长说了 我就说几句 我们万胜近日会推向市场 几种市面上还未出现的新款糖果 媒体记者以及电视台 届时都会配合我们宣传 再加上我们展获的国际金奖 可以遇见我万胜的糖果 绝对会畅销 张科长 这些我们都知道 您快给我们卖货吧 价格合适的话 我要一吨 大家听我说完 我们今后只要代理商 康盛内各区县会拍卖一个名额 价高着得 张科长你这就过分了 代理权放在区县一级 我们可从来没听说过 你们万胜一个小工厂而已 你就不怕这样弄 我们不和你合作 几乎每个商贩都在抗议 而且有的说话还相当不客气 言语间带着对万胜糖果厂的不懈和威胁 意思是老子来买你的货事给你的面子 不要不失抬决 万胜的条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不会退让半步 愿意和我们万胜合作的 两天后来礼堂竞拍曲线一级的代理权 不愿意的那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万胜 你们太狂了 老子尼玛肯定不会再来了 说的没错 我也不来了 真以为康盛就你们一个卖糖的了 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 到时候都不来竞拍了 不可能的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赵厂长 咱俩打个赌 你信不信 竞拍那天来的人只会比今天更多 而且里面叫嚣最厉害的 也是到时候报价最高的 现在起拍清离时都的区代理权 起拍价二十万一年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我四十号 报价二十五万 三十八号出价二十八 听着代理上一个个说出自己的报价 王直的内心无比激动和亢奋 这都是实打实的钱了 只要竞拍成功 今天就能收到代理费 一百零八号我出三十一万 康省一百多个曲线 如果能把代理权全部拍出去 恐怕今天就能收到上千万的巨款了 靠 这群老逼灯这么有钱的吗 此时的你都有点惊讶 这可是九三年了 万元户的时代 三十多万真的算一笔天价了 而此时保卫科维持秩序的工人 听着那些超出他们想象的天文数字 也有点被刺激到 要知道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一百多 他们虽然知道有钱人很有钱 但没想到会这么有钱 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 两个小时后 竞拍会终于结束 康省一百五十三个曲线 所有曲线的代理权全部拍卖了出去 张科长你知道我们今天收了多少代理费吗 赵厂长你就别卖关子了 直接说个数吧 放心 吓不到我 仅仅一个代理费 我们就收了两千两百五十八万 堪比厂自巅峰时期五六年的总营收了 听到赵峰说出来的数字 压在王子心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卸掉 心里也前所未有的轻松了 张科长 销售科那边已经快被代理商挤爆了 全是来拿货的 厂长叫你过去一下 我那边已经联系好渠道了 我要口红糖 钻戒糖 口哨糖个一千件 我要的多 各要一吨 先给我派货 德华 咱们如今厂房的货物加起来两百多吨 最多也就能给所有代理商派一次货 我也没料到咱们新产品推入市场就能这么火爆 看来咱们以后要加班加点了 王翠呢 你俩离婚了 没有 上次回来后我嗨批了他一顿回娘家了 我也就没去找他 我看要不找个班上吧 你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能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帮你安排了 明天一早到万省唐博厂来找我 我帮你安排到生产车间 一个月底薪一百二 加上全勤奖金 一个月到手应该能有个一百五六 啥让我进场 不强求 愿意就来 不愿意你就混着呗 愿意 我愿意 丑话我说前面 你进了厂就和所有普通工人一样 没有任何特权 你如果敢做出任何违反功臣规章制度的事 我绝对不会手软 就算你找荣誉求情也没用 我有一万种办法收拾你 明白明白 厂长 召开个会议吧 所有科长以上的工厂领导全部参加 我需要安排一下后面的工作 好 我马上去安排 从今天开始工厂三班道 加班加点生产糖果 各科室要配合好 尤其是安全方面绝对不能出问题 另外厂长你联系单副市长 我们并购一家糖果厂 来补充人力和设备的不足提高效率 但是工人的国际编制 我们不承认 让他们替我们解决 这是善市长之前说好的 另外工厂新成立一个科室运输科 主要负责产品运输和协调 发货并采购购货车 以轻型和中型货车为主 暂定30辆 你虽然在以一个科长的身份发号实例 但在座的众人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而你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犹豫了 还有就是今天开始 取消工厂所有工人国企编制 听 听我说完 为了给工厂所有员工归属感激励员工工作 我和厂长决定每年拿出工厂净利润的20% 同时科长以下所有员工 工资上调50元 科长工资上调100元 消息我们会张贴到工事栏 同意的签署新的劳动合同 不同意的直接买断工厘 我们好聚好散 众人议论声渐渐小了下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反抗没有用只能同意 让他们买断工厘离开 在座的众人没有一个是傻子 喜会离开这么一个有潜力的公司 万圣在推出三种糖果后 好似狂风暴雨一样席卷了整个清明市大大小小的学校 中小学全部沦陷 小明 你要是给我买口红糖 我就答应和你一起放学回家 其实就连你也没想到 这三款糖果会在13岁以下的群体中风力无语 甚至可以说放眼整个康上 谁要是没吃过万圣的糖 都不好意思跟小伙伴玩 我昨天去找了单副市长 我说我们想并购一家糖果厂 但单副市长的意思是并购三家 我最后好说歹说才谈成并购两家 两家就两家吧 只要他们能给我们解决工人国企编制的问题就行 其实我觉得不并购最好 我们扩大规模盖厂房 雇佣其他糖果厂的工人 这样不是可以省很多钱吗 虽然赵峰知道自己的提议不会被采用 但他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提议哪里不合适 他也想进步 他可不想有朝一日被工厂淘汰 谁心里还没点个小九九呢 我们之所以并购的原因有二 一是为他们减负担 升温与上面的良好关系 二就是为了地皮 要地皮干嘛 开分厂吗 我觉得在清宁市 咱们有一家厂就够了 你懂个屁 这时候并购是直接送地皮 一毛不要 这在后市你打着灯笼 睁开你24K台和金狗眼都找不到的好事 赵厂长以后你就会懂了 你还是有一定的商业头脑的 多多锻炼 未来还是有机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的 齐磊 你们班储蓬荣表现怎么样 还行吧 还行那就是不行 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工作态度 必须追求精益求精 绝对不能有半点敷衍 你要提高标准严格的要求他 明白科长 张科长既然把储蓬荣安排进工厂干活 还给了一份外人羡慕不已的工作 为什么又刻意针对他呢 这又爱又恨的态度 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呢 你跟我出来吧 说吧 王翠想进场是怎么一回事 他见我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见钱眼开也想进场 还威胁我不去找你办这件事 就再也不喝安慕西了 回去告诉王翠 让他明天来办公室找我 你同意了 只是给他一个机会 具体看他表现 这回老子给你安排了工作 以后你必须把老子好好伺候 四日一早 楚蓬荣就带着王翠来到你的办公室 你回去上班 他留下就行 楚蓬荣走后 你坐着 王翠站着 你不说话 王翠也不敢说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翠感觉温度开始下降 王翠抬眼悄悄打亮了你 不由想起当初被你支配的恐惧 不知为何 他突然有种羊入虎口的感觉 工厂还未科缺一个扫地的临时工 一个月一百块钱 你要是愿意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跑道 啊 让我扫地 可是我想去生产车间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白日梦是你的自由 我不干了 你就是打击报复 王翠转过身朝外面走 可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停下了脚 其实一百块也不错 扫地而已 又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扫 再加上我和他张德华的关系 就算偷懒也没人敢说我 这么一算 比站在流水线舒服多了 好 我去扫地 抱歉 刚才我记错了 扫地的人手已经够了 你还是去扫女策吧 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报道了 张德华 你这就是报复 多谢夸奖 没有强力 没事的话你就走吧 出去把门给我关上 我要工作了 三天后 并购两家唐博厂的事情 也终于尘埃落定 工人还可以在原来工厂上班 但两家工厂的领导 你想采用考核制度 分比试和面试两轮 不合格者全部淘汰 不管你以前是副科长 科长还是厂长 按照成绩经验和能力重新定党定兴 这年头走后门司空见惯 难保不会鱼龙混杂 一面不起眼的广告栏 正在对外招租 我厂将其租下 如何营销 才能使其一炮而红 达到广而告知的效果 我会先在不起眼的广告栏上 写上百万招租的字样 引起社会热议和民众的好奇 等人们都开始关注 谁会租下这块广告栏的时候 再在广告栏上打广告 这样不仅能让我厂一炮而红 还会给所有人一种 下一题 竞争对手和供货商联合起来 在我厂生产的关键时期断货 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新产品将上市 你要打广告 但财务科不给拨款 厂长又在外地出差 无法联系 你如何解决 这都什么题啊 太难了吧 是啊 这个张科长是不是诚心刁难我们 张科长 我们这样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 万一传出去 我怕对厂子影响不好 我们是工厂 是创造利益的盈利性组织 不是玩过家家的小朋友 如果按照我最真实的意愿 工人全部接受 领导层全部赶走 我敢说 这些人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尸位素餐之辈 就算不是也都是私得无损 但毫无能力的庸人 行吧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全力支持 另外我再给你10%的股份 厂子规模越来越大 股份多你说话才能越管用 那就多谢厂长了 德华 你觉得这些形状的糖怎么样 你画的这些动物都很显实 我觉得可以画成卡通的形式 就像电视中动画片里面的形象 很可爱的那种 这样的形象更受小朋友的欢迎和追捧 一定会得到市场的认可 我没看过多少动画片 再说我们家的黑白电视屏幕也不清晰 看了也没什么效果 明晚下班后 我去春花嫂家看一下 然后再试着画 那我们就买个大彩电 算了吧 太贵了 黑白机都要五六百 我听说彩电更贵 要三四千呢 没关系 我现在这身份 配个某米的一百寸都不为过 这群人中 徐姐你很不错 你以前是什么职务 是采购科副科长 我觉得市场营销才是你擅长的 我任命你为市场营销科副科长 万胜决定中秋前几天 推出中秋糖果礼包和国庆糖果礼包 这是万胜革新后 推出的第二代产品 主打中秋和与之相连的国庆市场 我希望你能做出成绩 来证明我留下你的决定没错 谢谢科长 我马上就去组织市场调查工作 怎么了二位 火急火燎的天塌了 这几天有十几个代理商向工厂反应 市面上出现了抄袭口哨糖钻戒糖 口红糖的伪造产品 有的还改个名字 有的连包装名字都懒得改 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有代理商说 如果解决不了伪造的事 就让我们提高反例 不然他们别说赚钱回本都费劲 都火烧没毛了 你倒是说话 出现仿造太正常不过了 最简单的就是去工商举报投诉 让他们去抓那些打着我们 万圣牌子的伪造商 至于其他产品一样的 但名字 包装不一样的就别管了 这种事无法杜绝 一款产品畅销肯定会有人跟风 这是商人逐利的本性 也是市场规律 可这样无法根治伪造这一问题 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代理商 要求我们提高反例 我怕到时候会更多 别管他们 我敢说 这十几个要求提高反例的代理商中 就有伪造我们产品的家伙 既然觉得伪造产品太多 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那就终止合作 这几天又有三十多吨糖果出厂 拉往了康省各地 这说明我们的糖果 还是很有市场的 就别听那些人瞎叫唤了 王直和赵峰对视一眼 见你这么说 他们的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还有九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打算这几天 推出中秋礼包 这是我们市场营销科处的 营销方案 你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意见要提 我没什么意见 你觉得行就行 王直没意见后 赵峰却是接了过来 他倒不是真要提意见 而是想要学习学习 德华你别介意 我就看看 我也没什么意见 行 那厂长你就让合作商那边生产瓶子 开始攒货 没问题 我同意 靠 你敢抢老子的台词 另外我提议 有楚容于担任产品研发科的科长 之前的口红糖等糖果 以及即将推向市场的中秋礼包 瓶子 包装 糖果形状都是由楚容于设计的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厂长 您觉得呢 我同意 另外为了嘉奖楚容于同志之前 为工厂设计的畅销产品 以及鼓励他再接再厉 我决定给予楚容于百分之一的股份 你和赵峰文言都很惊讶 都没想到王直会给楚容于送股份 楚容于有了股份 在工厂的地位比其他科长 甚至没有股份的副厂长都要高 王直这一举算是让楚容于坐稳了位置 我替荣于谢谢厂长 赵厂长 加油 我相信有一天 你也会有工厂股份的 赵峰文言一愣 然后看向王直 王直也是愣了一下 他心里还真没有要给赵峰股份的想法 但赵峰看自己 他也不好意思说实话 只能甘笑 这一笑让赵峰如沐春风 刚刚的萎靡和挫败瞬间消失 顿时觉得 天晴了 雨停了 我又觉得我行了 你们这彩店怎么卖的 三千四 德华 好贵啊 我诚心买 最便宜多少 便宜不了 你要觉得贵可以去其他店看看 买不起就别在这装什么大款 去买二手的吧 那个适合你 德华 你要喜欢的话就买这个吧 虽然楚容于也有些心疼 但现在他当了科长 工资也水涨船高 三千多的彩店也能负担得起 最主要是不想自己的男人被别人看别 张科长 真的是你 好巧啊 118号 其实真不是你不礼貌 而是你只记得她是118号代理商 张科长还记得我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石振东 石老板你好 这位是我老婆楚容于 也是万圣糖果厂产品研发科的科长 这位石老板 是我们厂的代理商 负责安平区 张科长和楚科长 真是郎才女貌 让人羡慕啊 石老板过奖了 张科长是要买电视吗 这家店正好是我的 张科长看中哪个时间拿走 不要钱 这个男的既然认识自己老板 为什么买个东西还要讨价还价 而且老板身价好像几十万吧 怎么还要讨好对方 石老板太客气了 买东西岂能不给钱 张科长那这样 电视我按照成本价给你 不赚你的钱 石老板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能送到家吗 可以 几千块钱的东西 免费送都不要 这样的人拿着手电筒 都找不到几个 人家的媳妇更是不一般 看自己准备讨好 立刻拿出钱堵自己嘴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 夫畅夫随吧 张科长 楚科长 快中午了 能赏脸一起吃个饭吗 好吧 那就打扰石老板了 张科长 我想在万圣入估 不好意思 石老板 目前万圣没有融资的打算 那张科长 我想成为万圣糖果厂 在于省的总代理 石老板 其实当初我也想过万圣糖果 进军万圣市场 只是想要打开万圣市场很难 打开以后站稳更难 所以还是觉得 应该先在康省做大 然后再徐徐徒制 张科长这些我都明白 不过我有办法解决 既然石老板能有办法解决 又愿意当我常在于省的总代理 我也不是不能考虑 不过有句话 我要提前说明白 张科长请说 我常在康省内 将代理权放在了曲线一级 万圣代理权也决定放在市一级 不设省总代理 并且我常会在四个月 进军周边省份的糖果市场 目前已经准备布局 所以石老板最多 只能当四个月的于省总代理 四个月后 总代理一直便会撤销 这样石老板还愿意吗 万圣在省外 只打算把代理权放在市一级吗 是的 如果只当四个月的总代理 岂不是为万圣打开市场 然后没赚多少钱 就为万圣做了价衣 这怎么算亏的都是自己呀 张科长 我想知道地方保护这么重 你们万圣有自信打开外省市场吗 有 石振东一脸狐疑地看着你 他很想知道 你是不是在炸自己 我们只需六个字 代工 联营 收购 就是这简单的六个字 让石振东神色突变 看着你的眼神带着震惊 因为这三个词 每一个词的分量都不一般 如今清零市除了万圣 和被并购的两家糖果厂 其余五家糖果厂 已经不是负债经营 而是停摆状态了 随时都会倒闭 并且面临大量工人下岗 康省如此 万圣同样如此 上面想方设法地 想要抛到这些负担 你说在此时 万圣去万圣 找那些停摆的国营糖果厂 无论是代工联营 还是收购 我觉得地方绝对是非常乐意的 张科长 好手段 如果是到万圣建厂 必定会受到多方刁难 能不能把土地使用正 经营许可正办下来 都是一个问题 好不容易把正办下来开工了 也会有相关部门的人 隔三差五的来立临指导 给你一张罚单 或者直接让你停业整顿 没错 建厂则是抢市场 损害地方大户的利益 让那些本就岌岌可危的 国营企业雪上加霜 收购则是为地方解决负担和压力 会让地方的成绩单很好看 而我们自然而然的 也就成了自己人 二十岁便如此老谋深算 以后还能了得 今天我就跟他赌一把 不赌他万圣的未来 有多么不同凡响 就赌他张科长 必定前程远大 如此枭雄 不在此时纳上投名状 还等何时 张科长 我愿意为贵厂充当马前卒 打开渔省市场 四个月后 我也会自愿放弃总代理一职 与其他人公平竞争是代理 你只说出了六个字 就让身价几十万的大佬 甘愿充当马前卒 原因竟然只是为了 抱紧你的大腿提前上车 他这是在读 我不会过河拆桥 带着他一起发财 既然如此 石老板 四个月的渔省总代理费 我一分钱也不要 多谢张科长 我一定会打开渔省市场 为贵厂扩大销售渠道 产品研发科办公室 你和楚荣渝 王志还有赵峰四人都在 他们的目光 全部被摆放在办公桌上的糖果 和礼盒吸引 目前国内还没糖果瓶 这个概念 现在老百姓普遍都认为 糖果都是散称 我们把瓶子设计得如此新颖 万胜也算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了 没错 市场往往对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青睐有加 所以这些糖果礼盒 打入市场 我相信绝对会火爆 当然 这个礼包也有一个短板 那就是里面的糖果口感质感 还有色泽都很一般 完全无法匹配绝丽好看的礼盒 好在我们万胜 是首先推出这些礼盒的 属于市场先行者 市场也定会包容这些小毛病 等陈奇过段时间 拉来先进的制堂设备 德华你再去招揽一些专业人才 实在不行 也可以花高薪聘请行业内的高人 这些问题相信我们会解决的 那诸位对礼盒糖果瓶 还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 储科长设计的礼盒和糖果瓶 都非常漂亮 看得我都想 现在就买几套礼盒回家送亲戚了 礼盒倒是没有 设备落后的问题也好解决 估计最晚这周末 陈奇就能拉着先进的制堂设备回来 不过树叶有专攻 制堂方面的专业人才 我们必须要尽快招聘 所以我决定国庆的时候 去康省大学转转 这件事厂长 你跟单副市长通通气 让他联系一下康省大学 不然我怕我们直接去了 连康省大学的门都进不去 其实真不是你多虑 而是在这个年代 很多人的印象刻板 能进国企就不会去私企 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 更不一定把私企放在眼里 这年头能有份体面的工作 谁进私企啊 那从今天开始 万圣本厂开足马力 全力生产中秋和国庆礼包 另外两个厂 继续生产之前的钻截口哨 还有口红糖 三天后通知代理商来拿货 张科长 我已经打通了与省的渠道 仓库有多少糖果 我全都要了 这么快的吗 我和当地一个挺有实力的代理商合作 一起代理万圣的糖果 我出钱他输渠道 赚得前三七开 既然石振东决定抱紧你的大腿 所以在如何打通渠道这件事上 也就没有隐瞒 那你跟我来吧 半小时后 石振东带着158吨糖果 和十万件中秋礼包 新满意足的离开 送走石振东 你刚在场子里溜达一会儿 一个人影突然从旁边的小树林里窜了出来 有事说是 你要是哭我就紧了 你哭完了 记得去扫厕所 你给我换一个工作吧 扫马路也行 我不想再扫厕所了 为什么 扫厕所一个月可是有110元的工资 你知道外面多少人 抢着想干这个工作吗 再说 要不是楚彭容求我 你以为你能有这个工作 也不知道是哪个三八 天天窜息 喷的墙上都是 我都想不明白 这是用什么姿势上的 要不是我每天都在女厕这里 我都怀疑是你男带女装 故意跑到女厕整我了 有这么严重吗 有一次 我想和楚彭容嗨皮交流 互相切磋一下 结果她吐我身上了 更夸张的是 楚彭容这个懒汉竟然学会了做饭 她现在真是嫌弃的我不得了 我要是再继续扫厕所 楚彭容就要跟我离婚了 你三嫂竟然为了不扫厕所躲进了小树林 看见你之后更是坐在地下嚎啕大哭 停 有事说事 德华 也不知道是哪个三八 天天窜息 一个墙上都是 我真想不明白这是用什么姿势上的 要不是我每天都在女厕这里 我真怀疑是你男带女装故意整我了 三嫂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 德华 楚彭容现在非常嫌弃我 我要是再继续扫厕所 楚彭容就要跟我离婚了 那你后悔了吗 你莫名其妙问出这句眉头没我的话 王翠竟然瞄懂 她知道你是在问她以前欺负楚龙鱼的事 德华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一定把赵子放得亮亮的 谁能欺负 谁不能欺负 我一定分析透彻 算了 既然你想扫路 那从明天开始你就去扫路吧 谢谢德华 敲打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你别真赶紧杀绝 她俩要是离了婚 我这够劲的三嫂 还不知道祸害谁去呢 不过我可告诉你 机会只有一次 要让我看到你 在这荣誉有半点不尽 我会让你连掏粪都成为一种奢侈 不会 我永远不会 我以后肯定尽量不和你们两口子打交道 实在必不过 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一样供着 还不成吗 四日 出差一月有余的副厂长陈奇终于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好多先进的制堂设备 足够组建至少十条生产线 如此一来 不仅万圣的生产规模扩大产量提高 生产的糖果种类也将变得丰富 以后就不用限制于硬糖 软糖奶糖等等糖果也都能生产了 张科长 医药的技术人员我也给你带来了 陈厂长一路辛苦 你可是立了两个大功 不比我们在厂子里忙活这两个月付出的少 说实话 陈奇之前还有点担忧 毕竟自己这一个都月不在万圣 而你如今地位如日中天 要是给他一个下马威 他还真只能忍气吞声 可陈奇没想到 你对他如此热情 众目睽睽之下毫不吝啬地夸奖他 夸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张科长过奖了 我付出的可没有你们多 买设备这件事 换成谁都能干 让厂子起死回生 产品遍布全省这个能力 可就不是谁都能干的 你和陈奇你来我往地 进行了几番商业互吹后 陈奇便将技术人员介绍了给你 一共15个人 11个男的4个女的 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都很年轻 大家好 和市场营销科的科长 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 一会我们送各位去酒店休息 晚上厂长将会亲自为各位接风洗尘 15名技术人员笑着道谢 但脸上却是多多少少 有些拘谨和几分拒傲 他们都是外省大城市的人 来到清零市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于是你跟赵峰对事业 赵峰随机心领神会 大家来了万圣放心工作 安全方面大可放心 我们这边的治安非常好 工厂也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但要是有谁跳出来导弹 我们也绝不姑息导弹分子 听着赵峰的话 技术人员们面面相去 心里都有种被人贩卖进了虎穴的感觉 赵峰剑敲打的效果达到 开始说他们的福利待遇 我们的待遇也简单明了 一个月底薪三百 两个人分配一套房 加班提成令算 技术人员一听一个月底薪三百 两个人分配一套房 激动的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他们曾是国营厂的工人 虽然下岛了 但傲气还在 这傲气是一种心态没有及时转变的表现 不过现在傲气全没了 这待遇比他们没下岛之前还好 别说以前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房子有了 工资还涨了一百 赵峰剑你交给他的胡萝卜加大棒 收到了计划中的效果 满意的点头 并在心中评价了一句 德华这小子真他娘的贼 你找来隔壁村的小王烧大喜 不仅是为了给新来的技术工人接风洗尘 还是万圣打入中秋市场的庆功宴 原本你只是想在每个区县 派送一千里和试试水 没想到竟然火了 徐杰 这次营销由你负责 说说你的方案吧 我打算联系报社和电视台的媒体记者 来采访宣传 我想媒体记者们 应该很愿意来采访我们万圣 首先 我们万圣是康城的明星企业 再者 老百姓也愿意看万圣的新闻 因为咱们万圣糖果厂的名气够大 也极具传奇色彩 另外 我会把试卷题应用到实际中 百万招租 吸引民众眼球 引发民间的热议和好奇 嗯 这方案不错 那就明早八点 给康城各个区县代理商 派送一千盒中秋礼包试试水 张科长 你才给我们每个人派一千盒中秋糖果礼包 您到底是瞧不起我们啊 还是对柜厂生产的产品没有信心啊 是啊张科长 一千盒根本不够看 我给那些零售商派货 每个人最多只能拿十盒 最少的才三四盒 我下面的那些零售商 一个接一个的 给我打电话 要求送货 我那也是 有的零售商直接来找我 说有好多人 指名道姓的 要买万圣中秋糖果礼包 可是我拿不出货呀 我都快急哭了 这几名代理商的激动 不是没有理由的 礼盒不像钻戒糖那些零食 这可是大件 每一盒售价15到45 他们这些代理商 能拿一块5到4块5的饭 刚投入市场 就如此受欢迎 金钱动人心 这就意味着 这是他们发财的机会 陈启 自从万圣去库存 你便出差 去采购设备了 我跟你说 代理商疯抢万圣产品的事 你老不信 这回见识了吧 康盛152个代理商 给每个代理商 派送1000盒 那就是15.2万盒 如果金陵市代理商 觉得1000盒少 那其他地方代理商 也一样觉得少 那么多少会够呢 一万还是十万 你就多学多看吧 德华可贼着呢 各位 其实我只想先发个 1000盒试试水 谁能想到糖果礼盒 直接就火了呢 代理商听后 都觉得你很欠奏 他们怀疑你在装逼 但无奈又没有证据 都回去等着接货吧 放心 这几天少不了你们赚的 中秋后 谁要是觉得 这几天赚的少了 就回来找我退钱 代理费我一分不少的 退给你们 张科长 你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能告诉代理商 还不能告诉我们吗 陈奇 你还是不太了解 我们张科长的形式作风啊 他要是愿意说 早就说了 不说就只能证明 他想让你自己误 没错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中午12点 你开始按照 有远及近的 给康省代理商 派送第二批中秋礼盒 远的曲线多派送 近一点的少派送 因为编长末级 大家都懂 万胜虽然把全省的 销售渠道都打开了 但是却还做不到 有效辐射全省的糖果市场 看来有必要在 康省几个交通便利的 枢纽曲线建立万胜分场了 最不计也要找几个代工厂 如果分场或者代工工厂 能做到产品 在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内 辐射全省 我就不会这么累了 还有管理方面的人才 也必须要招聘了 随后你便透过窗户 看着窗外和运输科 四季坎大山的王子 心中觉得很不公平 本来你想一边 当甩手掌柜一边赚钱的 结果自己没做到 王子却已经做到了 德华你牙疼吗 不疼 那你的表情怎么这样 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看来我需要好好 学习表情管理了 厂长 有件事要你去办 我们需要在康省 找几个糖果厂 让他们为我们代工 就在这几个范围内寻找 如此加上我们万省 四个工厂就能做到 有效的辐射全省提高市占率 找代工厂的时候 要着重考虑目标 对象的生产效率 生产的产品质量 以及是否有生产资质等等 还有就是对方的财务情况 一定要良好 我们需要的是 能长期合作的代工厂 别代工了一段时间 厂子倒闭了 这传出去被有新人利用 一句万省的代工厂倒闭了 影响就太恶劣了 你跟王子交代了一个多小时 让王子听得时而清楚 时而糊涂 便在心里打起了退堂 德华 要不这件事还是你去办吧 找一个代工厂考虑的 方方面面的东西太多了 哪怕记在了本子上 我也怕出问题啊 我去办 如果厂子里突然出现问题 你能联系得上我吗 如果是说紧急 你联系上我了 我又不能及时赶回来怎么办 那你让我和赵峰一起去吧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